最近有个报道,一个初二的女生在家里供奉着一个脸上画着符咒的娃娃 为了防止家人发掘,她把娃娃藏在衣柜里 每天凌晨悄悄起床,跟娃娃对话上香,供奉食品饮料 女孩说这个娃娃叫古曼彤,有不少中学生都在养,能帮她实现愿望 古曼彤本是太过邪术,多用婴儿的魂魄练制而成 偏好用婴儿的尸体入灵,甚至有的法师亲手谋害孕妇 许其胎儿制成古曼彤,认为这样灵性最大 中国也有养小鬼的倒数,但是中国养小鬼可以用草木精怪来练制 比如说柳灵娃就是用柳树枝制作的 卖古曼彤的张家宣传说呢,养小鬼是积累福报,帮助小鬼往生 其实养小鬼的人啊,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 为了满足私欲,无所不用其极,只有恶宝,哪有福报呢 为满足私欲越陷越深,不仅小鬼无法得到往生 自己也会因此坠入轨道,极难解脱 其实供奉古曼彤呢,在娱乐圈早已经流行多年了 一直是媒体乐于报道的明星一事 只是这几年呢,越来越侵入到寻常人的生活 袁丽曾经爆料说一些女明星向红 去泰国请小鬼 把湿油做成口红涂在嘴上 心是保红 说实在的,即使园里没有爆料 养小鬼在娱乐圈也早已是不算秘密了 历经上小S主持的节目《大小爱吃》 说自己遇到鬼之后,运势大增 小S问,你应该有养小鬼吧 历经言辞否认 小S直言,你看起来就是一副养小鬼的样子啊 金像角影帝张家辉也在媒体面前吐槽 杨小鬼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灵验 在前不久的激战的北京发布会上 张家辉抱怨说因为排打戏腿不受伤 到处寻衣问药都没有治好 明依治不好腿伤就去泰国请鬼仔 腿伤还是没有痊愈 其实杨小鬼没有效果,恰恰是最好的结果 杨小鬼之所以是写法,如同高利贷一样 事件愿望之后呢,索取回报是没有止境的 如果说命运所赠礼物,到暗中标好了价格 那杨小鬼所得的馈赠,都是要拿血和命来偿还的 明造议师的郭妹妹看作泰国人供负购通 自己也是供了两个 郭妹妹说这一供就给大家好运 先是认了干爹,开上了马沙拉地 后来去澳门赌场,不一会儿就赢了43万 郭妹妹尝到甜头,干脆在北京开着个店 专卖古满通和佛牌 不过人生大起大落 因杨小鬼转运的郭妹妹呢 最后落得身败名裂 也是因为小鬼反噬 对杨小鬼最虔诚的明星 就属香港演星陈宝莲了 在陈宝莲只有17岁时 被妈妈瞒着签了一份三级片的合约 和她一起拍过片的曹茶礼 后来回忆曾劝过陈宝莲 说钱你妈妈已经收了 合同你妈妈也已经把你签了 你走不了了,你必须拍 听到这话的陈宝莲就一直哭 哭也没办法,陈宝莲也只能继续拍 陈宝莲虽然容貌比不上当时一线明星 但是她供养小鬼十分虔诚 事业也因此节节高升 据说她每天用自己的血味养小鬼 小鬼的她也是言听其从 有一次她在采访中把衣服拉下来 任由摄影师拍照 并表示小鬼会保护自己 不会让别人拍到隐私 陈宝莲在19岁时就已经大红大紫 住豪宅开后车 还被富商追求 可谓春风得意 曾列三大丑男榜首的黄任忠 对她一见倾心 未约陈宝莲吃饭 不惜足用直升机逮捕 而陈宝莲也被感动 认黄任忠为干爹 放弃了在香港的事业 跟黄任忠到了台湾 但好景不长 黄任忠本身就是个花花公子 心无藏脚无数 他只是把陈宝莲当作其中之一而已 并没有特别对待 据陈宝莲的好友爆料 陈宝莲不仅明着 跟其他干女人争风吃醋 还将小鬼供奉在阴暗的窗边 加倍供养 希望赶走其他女人 让自己获得黄任忠的专宠 但这时的陈宝莲已经无法满足 小鬼索取 黄任忠的正妻被陈宝莲气走之后 就不再帮忙 反过来开始折磨陈宝莲 不久之后 陈宝莲就染上毒瘾 心神一天比一天糟糕 神志模糊 多次在公开场合 拖一大闹 清醒过来的 陈宝莲也感到危机 谋求自救 多次请风水师上门帮忙驱鬼 但雪似的小鬼 气候已成是极难驱除的 多位风水师驱鬼 煞雨而归 最后呢 陈宝莲亲自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 希望摆脱小鬼纠缠 2001年万年聚会的陈宝莲从上海一栋24层的高楼跳下来 中年29岁 人非草木 我们求财求福没什么可耻的 但求财求福一定要遵循正道 古曼东看起来是个求福的捷径 但他并不能给人带来幸运 而是透支人的运气 当运气透支完 就再也无力供养小鬼 小鬼反而成为人的催命服务 最终落得身败名列的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